很多人平时都喜欢喝酒,尤其是喝啤酒,啤酒味道比较好,也比较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。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,啤酒中的酒精含量虽然比较低,但是只要是含有酒精,都会对人的身体有很大的危害。生活中也有那么几类人士不适合喝啤酒的,如果喝啤酒的话,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。 哪几类人不适合喝啤酒? 一、糖尿病患者,一般来说,啤酒中所含有的酒精含量是比较低的,但是啤酒产生的热量也会比较高的,所以啤酒会影响患者平时的饮食。 当糖尿病患者在服用降糖药或者是正在注射胰岛素的时候,如果服用啤酒的话,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情况,加重糖尿病的情况对身体的危害影响是非常大的,一定要注意。 二、溃疡患者,啤酒中含有比较丰富的二氧化碳,一般来说,如果患者服用少量的啤酒,对身体是没有多少影响的。 但是如果一次性服用过多的啤酒,就会对患者的身体产生比较大的影响,而且患者胃部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也会大幅度提高,增加出现胃溃疡的情况,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。 三、胃炎患者,科学研究证明,如果大量的喝啤酒的话,很容易引起胃炎的情况。 对于已经患有胃炎的患者来说,如果再次喝啤酒的话,很容易让身体的病情加重,严重的话还容易出现胃出血的情况,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。 所以需要注意的是胃炎患者应该适量饮酒,不可以一次性饮酒太多。 四、心脏病患者,啤酒中含有的水分是比较多的,如果喝啤酒过度的话,很容易加重心脏病患者的心脏负担,对患者的心脏影响是非常大的。 而且如果持续的饮酒,身体的心脏很容易受到酒精的伤害,很容易在出现心脏病后,导致心律衰竭的情况。 痛风病人,啤酒中有比较多的核酸,这对痛风患者是很不利的,喝酒很容易导致通风加重。 温馨提示,大量喝啤酒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,容易加重肾脏负担,对身体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过度饮酒容易对脑部产生一定的影响,而且还容易出现心脏衰竭的情况,总体来说,喝啤酒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,建议可以喝一些清水,喝清水更能够达到一个健康养生的功效。